两边这边都是换上了选手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BO3 第三局 对 两边选手跟第一局都是不太一样的 也是看一下他们新的碰撞 WJY这局是选择 这局是换到了蓝色方 第二这边是换到了红色方 没错 先半先选看一下WJY这边的半pick 那么双方的前两局其实打得 实力状态有点平分秋色 是 第三局才是真正见真章的时候了 有什么套路有什么把势赶紧亮出来 搬芈月 对 搬掉了芈月 还是搬关羽 第二这边的搬法 我觉得跟前两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吧 有可能会把阿柯这边放 就是要么是送上班尾 要么是抢 阿柯这个英雄应该是不会放了 法师在这个版本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们说到输出 一般都是在中度和下路的 就是一个射手位嘛 射手位加上一个中单位 但如果说中单位没有的话 只凭那一个射手 它是打不出很多的伤害来的 因为射手它是一个持续性输出 而法师是一个瞬间爆发 如果这两个点没有去进行一个互相配合的话 其实会比较难 是的 WJY第二手是扳掉了曹操 有可能第三扳又会扳掉一个杨姐 然后自己这边抢一个花木兰 高简林是扳掉了 发现第二这边是很喜欢在法师这个位置上面做一些扳 是的 应该是针对WJY的中单 最后一手 可能他们是比较认可WJY的中单 觉得它很强 所以说会扳 有可能 现在诸葛亮还没被扳 而且像是不知火物也在场上 所以这两扳总会放出来一些法师 这局法师有点扳不完了 左边蓝四方的WJY是扳掉了干枪墨烟 是的 第二最后一扳 如果说是扳诸葛亮的话 给WJY又给了他们选择阿克的机会 包括黄本蓝也是可以选择的 没错 最后一手阿克 或者是刚刚齐齐总说的上单位的花木兰 还是说扳掉一些法师位 像是诸葛亮 还是扳掉阿克 看大部JY有没有可能先抢诸葛亮 诸葛亮先抢的机率会非常低 因为除非你是使用这个英雄非常厉害的选手 是 还是先拿到花木兰 现在不知火物也在场上 所以说不需要对法师位有一个太多的针对 对 没有必要去抢 我怎么着都能拿到一个法师 而法师现在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会打输出 但是上单位置不一样 上单位置这个属性非常多变 可以去打一个牵制 可以去打一个支援 也可以打一个伤害位 所以上单位现在是比较来争夺的一个点 那么第二这边就可以选择杨锦 加上诸葛亮 诸葛亮拿下 那么剩下给到WJY选择就只有一个不知火物了 不过 不过 破坑先拿 可能是四五楼拿 先可以抢的 现在有一个 辅助位 先拿辅助位 辅助和打野位 可以抢 达摩现在在上场 我发现这两场比赛当中双方都没有选择达摩 是 之前DL是特别喜欢用达摩的 没错 感觉这两支战队已经将达摩抛弃了 突然怎么莫名其妙 达摩就不火了呢 达摩自己也是非常的纳闷 我还不至于坐上冷板凳的位置吧 对吧 达摩心理想 可能现在 预选择队伍目前来说不太喜欢用达摩吧 更喜欢那种偏打团的 其实达摩打团也蛮强的呀 是的 现在你看到哪里 拿到装周 一个李白再拿出来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装周这个点 在版本当中 非常强势 拿了达摩之后 他的大招啊 包括控制啊 都容易被解掉 这也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是的 WGY这边是拿下了一个李白 加上一个辅助位的装周 那么 DR这边 射手位拿不拿 而且目前来说 他们这两场比赛当中 都使用的是一个无射手阵容 除了DR第一局拿的是一个里面方打野 严格意义上来说 也不是个纯射手 他是一个偏打野的一个射手位 嗯 然后夫子上DR这边拿的 加上一手孙并 WGY这一局 由李白去吃经济 可能野区方面的经验和金钱 就没法去平坦平摊到 给到一个射手位 所以看这局 他们会不会拿一个射手吧 很奇怪 两边都没有去抢马可波罗 这两局 马可波罗这个英雄会比较脱节奏 中期的时候 是他最强的点 但是前期的时候确实非常弱 一级没有 几乎没有任何伤害 拿到红之后 还能稍微打脸输出 没有红就是一个 就是只能在现场清兵的存在 而且在有李白的情况下 如果说出到一个红色打野刀的话 你要跟李白抢经济 前期两个人的发育都会被脱掉 是的 我们看WGY最后两选 不出活物拿下来 中单位拿下来没问题 剩下一位拿到的是一个吕布 用吕布去补一个物理的伤害 吕布这个点的话拿下来其实很不错 因为这个英雄的话能打输出能扛 同时还有一定的推塔能力 是 他的大招很全面 第二 最后一选 会不会拿到射手 还是说继续拿到一个达摩 或者是其他打野位 现在打野来说的话呢 只有一个达摩还在场上 也可以让杨简去选择一个打野 是的 你看达摩会不会拿 如果不拿达摩那肯定就是拿一个射手了 我觉得现在来说的一个位置已经不多了 能够拿的几乎都已经没有了 说实话 现在如果说拿一个射手的话 生存率没有很高 马可波罗 李白 花木兰 吕布 不知火舞 都是切后排能力非常强的 是的 我看到第二这边 还是拿下了一个射手战化 是一个有射手阵容 对阵无射手阵容 是的 那么双方阵容也是选择完毕 WJY这边选择的是 李白 不知火舞 花木兰 庄周 以及吕布 第二这边选到的是 孙并 杨姐 老夫子 诸葛亮 加上一个马可波罗 是的 那么前期野区方面 第二就是 要面临的很大压力了 没错 两边都是一个决胜局 是的 两边也在互相比 看谁喊加油 喊的声音比较大 没错 双方的气势已经出来了 对 我觉得这局应该会非常好看 就怕那种 两队闷声不做气 是 只知道打比赛 如果说是那种打 说实话 打BO7或者BO5的话 你前面 被对面拿下两局 甚至三局的时候 会压抑一点 会非常地压抑 几乎都不说话了 但是 对 越是站平的时候 就是要气势吼出来的时候 输出强告吼 对 我看双方的 马上进行的第三场比赛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决定了 双方谁能够拿下这一分 目前来说 WJY的总积分 是要领先DR的 是的 那么进入到比赛画面 蓝色方WJY 红色方DR 我是今天的解说 机器 我是九天 是 看一下双方一起的一个站位情况 双方带的是一样的 都是三个闪现 一个加血 再加一个成绩 出门装 两把打野到 这边DR 也是因为有马可波罗 所以野区肯定要占据一点资源 是的 两检前期的野 会不会让给马可波罗 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有种打法就是马可波罗去打野 然后杨简这边 是来做到一个吃线 黏住是消耗装抽一半的血量 没错 这边WJY 想要去入侵DR的野区 反而是灰头土脸的出来了 没错 DR这波是 被耗了半血 保护了一下几方的蓝buff 拉脱战了 对 在开局的话 场面上看DR这边 可能会 暂去一丢丢的小优势 是的 老夫子抓到了一个吕布 吕布这里没有大招 有点难走 闪现走一下 朱葛这边拿到一个一血 但是周禄这里 朱葛亮是拿到了一个一血 好像还是个单杀 对 这个一血拿的确实是 非常的鼓舞士气 对 下路 下路老夫子边 老夫子和吕布 吕布现在血量比较残 对 也是压着吕布在 主要现在老夫子的装备 并没有成型 如果出到一个末世之后 吕布其实会比较难的 但是吕布如果做到 三到四件装备的时候 老夫子就有点打不过 也就是吕布 刚刚做出破军的时候 再加上一定的肉装 是 现在周禄量还没到四 毕竟是拿到一个一血 现在的一个经济情况 是场面上最高的 是 DAR这边 DAR这边等级会领先一些 马可波罗和杨姐都已经到四级了 还反到一个小野 是 WGY这里只有李白一个人到四 下路三 大悟GY这边三个人路头 没错 DAR这边他的一个阵线的分配 刚刚都是集中在了一个中路 这样的话上路的兵线 和上路野区都有点浪费 现在去轻的话呢 有点脱节奏 你看这个时候WGY就抓到机会 来到野区这里 把这要暴君收掉 是 DAR这边想来支援的话 已经是来不及了 李白手上一个大招 再加个成绩 想在李白手中抢也不较难 吕布一个大招坐下来 想抓孙斌 孙斌有点残 一刀被削死 是的 这波打WGY的配合是非常不错的 不对 吕布这个不应该叫一刀 一击 方天化击 形象一点 不过看起来就像刀挥出来是吧 嗯 老夫现在已经到四级了 马可波罗来到敌方的蓝buff之类 但是马可波罗现在的伤害并不够 是的 子弹很少 这一技能的话只有五发子弹 所以根本点不动 也是试着去抢一下 嗯 而且本身也没有带到一个逞击 所以这个英雄一定要中期 中期的话起码一技能七发子弹之后 才会有一定的威胁能力 杨简上路对上一个花木兰 花木兰手上是有重剑形态 所以面对到杨简根本不怕 一个大剑就直接清掉了一波兵 老夫子这边很危险 四个人进一个蹲守 没错 老夫子应该感觉到了 对 阿诚这边是感觉到 因为阿诚他总是被针对 他已经习惯了 有点像以前的输出了 是 嗅觉变得非常的灵敏 对 就被抓多了就会有经验了嘛 对 记得多少没人 应该是来抓我的 我就这边怂一怂了 老夫子现在做到了一个守望之凯 这种装备能够减少吕布的一个攻速 是的 现在吕布反而是压老夫子一击 不过双方的一个边路位置的发育都差不多 主要就是马可波罗这个点 对于D2来说太重要了 而WGY就是李白这个点 李白这里 杨简一刀挥了两个人在追 马可波罗这里有红buff 没有点死 诸葛亮回身一个一技能 将对面的鱼秒掉 再杀掉一个李白 但是我们看下路这里 老夫子又是一个技能 带走了这边的火舞 是 这波打了一个零换三 第二个这边还要换一个蓝buff 这个蓝buff应该是拿下来了 对 马可波罗 这样的话前期D2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关键是马可波罗这个点 他拿到优势之后 他能够迅速地把这个野区给清掉 对于他的红色打野刀来说 是个很好的消息 红色大鱼刀说 哇 这一波我可以在六分钟之前 我点满到十层 但是上路这边花满是单杀了杨姐 是 现在只要等到马可波罗的漠视做出来 其实D2这边会占据很大优势了 WGY这边李白的一个发育是关键点 目前来说他是只做出来一个短剑 而且没有野区给他刷大 只有一个2000经济 2000经济说实话 落后对面大概接近两三个人头 刚刚的团队当中李白的入场其实有点早 一进去之后就被压制掉了 也是被抓到了 没办法 是的 暴君刷新 现在李白的野怪也不敢留 一旦是流不好的话 给到对面去发育 对 第一条暴君是让WGY拿下 第二这条应该是不太想法 一个大招 没有杀掉 再踩一脚 没有踩到 里布来了 一个大招坐下去 再一刀暴击648 老夫子帮忙一下 应该是能走 是 中路线压一波 现在没有野怪 李白非常难受 刷不了大 中路人再多 他都没什么作用出来 顶多就上去两个1技能 加上一个2技能 打一波消耗 是的 杨简这里马上冰痕之窝做出来了 马可波罗线伤害 依旧是点的不痛 华米兰中了全部的子弹 几乎不掉血 大概7分钟左右 马可波罗第一件 漠视就可以做出来了 没错 现在已经快出来了 还差个几百块钱 对 再轻几波兵应该就没问题了 主要身上他还有个红buff 这个伤害就有点恐怖 是 李白这边经济也在拼命地往回拉 但是没有什么机会 只有C1也却能够刷 而这条暴军有可能还要让给DR 上路李白配合到花木兰直接是强杀了杨简 是 杨简又一次被单杀 7分钟马可波罗做出漠视 下路DR要 就开始参团推塔 是要庆功一下下路第一塔 嗯 不过对面是防守人很多啊 不知火舞 吕布将装周都在 所以这波DR选择撤退 中路的防御塔 也有了压力 没错 就李白这个英雄 只要顺起来了就很顺 通过刚刚这两波 WG把局势打回来之后 李白就稍微舒服了一些 是 强行入侵一波野区 是的 这里礼白有大招 被咬到一口 二技能晕一下 打了一个减速 这波消耗打得还不错 打了一个半血的状态 上路塔守一下 目前来说双方的一个边路外塔 都没有被拔掉 7分半钟 这个也不多见 这局塔的节奏比较慢 是 朱根朗现在试神之书已经做出来 一个G 没有G到 压低血线 没有这个 没有收掉 直接是压低一波血线 那朱根朗现在的一个伤害 并不是特别高 他没有出到一个透过面具 而且对面的发育 说实在现在有点好 画面已经是5.2K的经纪了 这个装备实在是太好了 压着对面1000多的经纪 老夫子一个大招坐下来 但是吕布被迫 是被捆到了 打着原地跳了一下 这里很肉啊 对 人越多 他这个抽取的护盾就越高 再一发闪现一个一刀 差点将马可波罗消死 但祝国亮这个大招先收掉了 继续打 祝国亮又是一发G 大招应该是没刷新 但是被动出来了 大招是先交掉了 这边 是李白来了 李白这里 再戳一下 大招还差一刀 应该是有了 刷死了一个孙病 是的 上路的杨姐可能又要死啊 这画面来切个清剑状态 再一个一技能一个二技能可能就要死了 杨姐一个狗咬一发没有死掉 李白这里应该是没有一技能了 一个二技能收掉了 确实这波是比较尴尬了 跑不掉了 画面来说往哪儿走 我还有兄弟 是的 李白这里被诸葛亮抓到 一个G 没有打出来 被躲掉了 是 李白这个英雄 其实比较克制 诸葛亮这个英雄 包括二技能 包括大招都能躲到 诸葛亮的大 目前来说 WJY的经济是领先了一千块 场面上塔数 一概然是没有什么变化 是的 这个经济根本就不多 一千块钱可以说等于没领先吧 是 双方上下路的一个 边外塔 其实血量都不是很健康的 一千块钱的经济 打团方面没有任何的 就几乎没有影响 两边都有可能将对面打算团面 所以一千的经济并没有太多 如果是个四五千的就有点难办了 下路又是抓到一个 吕布 但吕布面对两个人不从 一个大招跳下去 没有跳出来 就直接被秒了 是的 而且李白现在是 刚刚有刷几大招 很难以打三 下路还要强杀一个李白 我们看一下下路的一个视角 这边想强行去杀李白 李白应该是要死了 没有技能 直接三道激光扫死 对 中塔这边得要守一下 没错 现在经济方面两边几乎是持平 WGY领先四百块钱 而且不知火舞 现在做到了一个回想之杖 这个伤害现在已经是慢慢成型了 再做出一个法式帽子 或者是一个法传杖 那么火舞的伤害就不容小觑了 是的 可能马可波罗被点到一下的话 就几乎三分之一没有了 这局说实话 DL这边的阵容也不是那种特别肉的 所以说不只火舞一个二阵弹打人 应该伤害还算是可观 老夫子又是一个大 做到了华本兰 祝国亮这里 手上应该捏了大招 狙一波 但是被华本兰的重剑现在躲掉 被反扑一波 是的 还被反打一波 老夫子是被反杀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 第二这边三个人开主宰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 没错 花门兰这个大招 第一时间开主宰 是 花门兰大招只要开启之后 它切到重剑形态 你很难杀 它有一个免伤效果 祝国亮的一个大招是很难拘死的 平常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血量够 那可能切到重剑形态完全不够了 而且刚刚那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 祝国亮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跟上一个二技能的伤害 没错 它一旦踩进去的话 对面的支援就能让它秒掉 第一时间秒不掉了 很难走的 没错 我们看看现在的一个装备情况 前面老夫子已经做到了一个漠视 下一件吸血之恋 不知道换成什么样的一个装备 有可能换到一个制裁 是 朱苏越到后期 吕布这边伤害就越恐怖 对你货牌压力是非常大 最喜欢扫这种脆皮 一个一技能扫你半碗血 还在真实伤害 没错 李白一个大招刷下血线 就现在来说的话呢 吕布这个点啊 发育太好了 已经做到一个反伤甲 加上一个破军 对 而第二这边又没有一些反制的方法 老夫子这边去抓人 虽然说大招捆得住 但是伤害并不够 打不死 对面的一个装作家吕布实在太肉了 而且花板本身有个大剑免伤 是的 有这个量在的情况下 前期是比较好做出一些压制效果的 但是到一个后期 没有办法二技能进场刷白洞 伤害的那个量 就会大打折扣 没错 上路杨简一就是一个人带线 这波主宰想要B团 老夫子就在下路带线牵制 但是因为李白这边有一个蓝buff 可以不停刷大 一个不小心容易被刷残 李白来了 搓一下 二技能没放 直接一个大招 这样的话根本不痛 李白这个英雄一旦是二技能破甲之后 他伤害他完全体现出来 没有破甲的话 其实有点大招大不动人的 第二个花板的下 直接开主宰 打得非常快 是的 但不之后还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这样的话 第二在经过了一定的劣势期之后 趁着对方一个不注意拿下了这条主宰先锋 这个黑暗暴君 这边应该是换一个buff 是的 两边各拿一个 你拿主宰我拿黑暗暴君 现在WGY有点难办了 主宰先锋这个 你拿主宰我拿黑暗暴君 一个兵线的压制的话 对他们来说 起码防御他要破掉一到两座 是 而且 主宰先锋一年到的话 李白可能更多的精力 放在防守线当中 野区可能会沦陷得更快 老夫子现在已经做出墨 是模拟走空一起破甲弓 其实在装备上面还不错 八千三那个精进 对我们花文 九千九的一个精进 看一万人 没错 这边李白刷一个大 直接刷死了 马可波罗 是的 这波如果说把马可波罗 这边杀掉的话 限制了第二这波攻势 就是这个主宰拿出来 没有多大用处 李白神猪鬼没 刚刚是 利用着一个大招 把这都搬了回来 这里不还要再追 或者会一个扇子 减速一下 直接带走了孙并 祝威亮这里 也是被扇子丢中 是 两套技能消耗下去 直接半血没了 虽然有支援先锋 但是场面上的优势 达不计划还是占据的意义 一百七十一个大 装动现在就往前赶了 你根本不敢过来 是 哇 这个破甲是太高了 伤害 对上吕布这个伤害 确实太恐怖了 是 这一波的话 只剩下一个马可波罗 和一个老夫子 吕布大招走一下 老夫子在下路 也被一个花魅蓝牵制住 李白再一个大 李白的二技能 只要是破甲到了对面 他的一个大招 是任何人的话 都可以打掉你一半多的血量 对 吃不消的 所以说马可波罗也是被 逼出来一波闪现 嗯 刚刚这个中路 马可波罗被抓 确实是太伤了 就相当于你的这个主宰先锋的优势 完全化了乌有了 没错 反而被WJY这边领先了 3000的一个经济 感觉WJY就是这边 逐个击破 是 这一局WJY的节奏也是 带得非常不错的 前期虽然说确实是抓单 被压制住了 但是到一个中后其实 就回来了 缓回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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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个伤害就完全起来 尤其是李白这个点 李白这边只要有野区来刷大 对他来说 就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对面脆皮过多 马可波罗 诸葛亮 孙斌 这三个点 李白不管刷任何一个人 都能刷出很好的效果来 是的 老夫子的话 又过多进行一个带线牵制 所以 第二的 他正面团战是 肯定伤害不够的 然后进行一波反蹲 看花板这边上了上单了 嗯 想卖一下 后面可能在下路卖一下 然后老夫子只要走过去的话 不之后我就可能 将老夫子打残 孙斌加马可波罗去守一个上塔 嗯 但是说实话 第二现在没有兵线 还这么远 这个时间里有点浪费的太久了 没错 看起来稍微有点点怂了 下路一个花板拖两个人完全不亏啊 上路只要三个人 等到不之后我到了之后 然后四个人强势进攻防御塔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 对 说实话蹲太久 花板这边肯定是知道的 没错 下路 皇城PK 一个老夫子灭对花门 花门就被大叔捆住 没有大剑形态 没法切中剑 没法免伤 一个闪现 一技能带走了一个老夫子 这波处理的非常精髓 没错 而且花门蓝刚刚是买了一个复活甲 没错 WGY这波是打到了一个零换三 这样第二的局势就非常的不明朗了 没错 诸位量好在是踩死了一个礼拜 这样的话 WGY应该不能够一波 对 一波不了 第二这边是进了一个监狱局 看老夫子怎么带出去 老夫子现在是很尴尬的 打不过花门蓝 就是老夫子或者是杨姐 单挑都打不过花门蓝 对 马可波罗现在做的是一个蒙莉桶 他的一个收出现在够 但是越到后期 他其实越来越疲惯 对面越肉的情况下 他只要拿不到红 他的一个百分比伤害 加上纯金苍穹的一个六十点伤害 其实根本就不够看 是的 马可波罗这个英雄就在中期 中期强 他能够代替整场比赛的节奏 他就会非常强 但是一旦是进入到一个大后期的时候 他的批转器就来了 就是因为收出不够 他子弹虽然多 但是没发子弹的伤害其实并不够 是 花门蓝继续下路带线 如果说现在第二和WJY强行开团的话 是个五打四的负面 那下路高地可能会丢 抓到一条鱼 没秒掉 杨检一发狗上去差一点伤害 没办 这里有点深 队友肯定要炸了 不看一下 上路吕布一个人切到两人 吕布一刀 很痛 李白这里上来就被秒 直接狙死了 吕布也要交 估计吕布 吕布再一刀 还有没机会 还要打 就直接带走了 但是下路的高地是被花门蓝一个人破掉了 老夫子打花木兰感觉有点打不过 随随打不过 随随打不过 随随来的一段晚 那么中路的二塔看看杨检夫被打掉 还要追 花木兰应该是杀伏子孙兵了 孙兵这个英雄毕竟要跑得很快 他有二技能之后 花木兰想追还是比较难的 这把狗门咬到 是到配合 这个兵线 花木兰过来轻得很快的 对 不能配合兵线再推塔了 一个中箭 几乎一波兵就没了 对 哇 这局WGY的花木兰确实是挑大梁啊 但是吕布在这个时候已经做出来一个神装了 他的闪电匕首已经完全做出来了 正面打团现在就根本不怕 是的 现在来说双方的局势打得有点慢 这条主宰都不愿意去打 这些两局其实都打到20分钟以上 我们看一下这局双方的经济比 也差不太多 WGY领先了3000经济 人头比领先了4个 比赛经营到20分钟38秒 马可波罗其实上是有被动的 所以想要蹲DR会有一点点难 他的大招被动能够让他有预警效果 知道对面的人在旁边 哇这里不止后一扇子 将数量打了三分之一血量太高了 确实 结果蹲守DR也是 不攻而反 到底被破这边被限制太厉害了 没错 李白趁这个机会来听一下这条主宰 但是旁边的人都是在的 一个不小心可能会被抢到啊 我们现在这里 老夫子来了 也来不及 是 来不及 旅步一个大招 坐下来 坐到两人 还要追 华门兰一个二技能减下速 庄周粘到了一个孙并 这波应该要撤退了 黏不住人啊 是 孙并不是特别够 本来就是被WJ这边压制 加上对面再拿到一条主宰 说实话 对于兵线的压力会更大 华门兰这边 你没有办法去管得住他呀 这手华门兰放的有点尴尬 没错 下路找到老夫子 老夫子这一点危险 大招用不用 队友赶到了 上路花门兰一个人在带线 中路集结到了五个人 WJ是四个 两技能一发二技能没有晕到 一个一技能标记住 呂白刷一发大招 双方打得有点纠结 每次打团的时候老夫子都是不在的 没有办法被这个兵线牵制住了 是 你兵线肯定要去管 你不管的话 防御塔的破的速度会非常快 是 现在黑暗暴军 WJ这边已经是开始去进攻了 抓老夫子 是 老夫子这里 所以感觉是被看到了 因为有小兵在 嗯 但下路这里的话就黑暗暴军 双方都有真多的意思 数量手上没有成绩 李白手上有成绩 所以这波的话还是WJ会占点优 选择撤退 老夫子是一个残血 赶紧跑 这边第二应该是个接盘 一把大招跳过来又跳到了孙币 这波黑暗暴军是被第二拿到了 是的 这波很关键呀 第二拿到这条黑暗暴军之后 起码团战正面的一个作战能力就根本不差了 对 但后面还把上路的高地塔都带掉了 打出复活甲 这一波位置很关键 马可波罗一个明刀走掉 继续 李白一个大刷死了对面的阿淳和咪咪 那么剩下三人 祝贵亮和马可波罗都在 主打先锋已经就位 中路的兵线有点危险 等到对面轻上了兵线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拿一下中路的二塔 这边一个大招鞠过去直接秒了 还有一个复活甲站起来 不知火舞继续推 精神一发 没有死掉还是死了 继续踩一脚 吕波瞬间被秒 这边打不着就位小A塔 但这个时候A塔就会有点难 是 我们看到第二这边的三路高地都被破了 刚刚那波还是打了一个三换二 第二这边其实蛮亏的 是 而且这一波团阵的时间打得非常长 大概打了有将近20秒钟到30秒钟的样子 其实经济没有落后太多 现在24分钟大概4000一个经济 是 4000的经济 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张魏都已经成型了 李白现在是有地方刷大招 所以他会很舒服 而且只要是线压过去之后 我们发现 高地塔前面这个小野怪只要不打 他可以无限刷大就恶心 下路这边抓到 上路又是秒掉了一个 这边的 朱格叫出复活 孙并直接死了 但是孙并第二条命站起来 应该是回家了 刚刚是 朱格亮被秒了 朱格亮被秒了 朱格亮是有复活甲所以站起来了 孙并是刚才复活 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强势推进 李铺手上是有大招 只要做一波上去 李白再刷出一波大招 其实WGY就比较容易打 李铺跳大 没有跳中人 朱格亮手上应该还捏着大招的 但实际上没有复活甲 这波是关键 不是后进场 左突右摆 突到两个人 这波水晶雪掉的非常快 咱们恭喜WGY 拿下这一局 2比1 带走第二 只有他们眼里只有水晶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